我願意 2011年黑人泛泛舉辦世紀婚禮 愛情成炮開花結果 現傻眾人 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在女星大雅指控性騷後 黑人夫婦決定提告 不過看在發界人士眼裡 漏洞百出 要求大雅小姐 必須登報道歉三天 那這個內容呢 其實已經違反我國大法官的 憲判自二號 憲法賦予人民表義自由 因此無法透過判決 來強迫道歉 還有有人質疑 如果陳建州真的清清白白 怎麼不直接提出刑事誹謗 就我們律師來看 目的應該是要防免 如果提告刑事的妨礙名譽訴訟 是有誣告罪的風險的 如果呢 陳建州先生確實曾經 對大雅做過這樣的行為 仍然惡意的表示 這是一個妨礙名譽 那顯然是有不實的 刑法誤告罪科處青年以下 有期徒刑 恐怕是擔心勞日之災 黑人選擇民事求償 但開出天價一千萬 代價是也得繳出十萬元裁判費 不過如果最後和解 還是可以拿回三分之二 權衡利弊之下選擇的訴訟策略 當時女方如果在事後有馬上向朋友求助 朋友可以出來作證的話 或者是有其他當時相關的通聯記錄 或許都可以來作證 確實有她所訴的犯罪情形 性騷法律戰勝敗的關鍵 恐怕就是證據 不過大雅跟郭媛媛的指控 已經事發多年 雖然可以調閱通聯記錄 但保留相關物證的難度很高 人證成了對不公堂的關鍵之一 律師李怡貞轉發貼文 鼓勵受害人接力起來 不用怕 除此之外 律師呂秋遠也含話大雅郭媛媛 不用擔心 如果你們需要 我義不容辭 就連前檢察官也PO文 說這篇律師聲明稿不知所云 根本就是在騙外行人 MeToo運動發酵 法律戰成為關鍵焦點 韓語新聞張翔與黃宣宣 台北採訪報導 走進疫情與戰爭的雙重挑戰 走進美中台三方的政經國異 走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棋局 歡迎全世界2023再升級 每週二到週六 晚間九點 帶您走進全世界